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90秒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個稍微比較複雜的問題 那就是給水的柔軟度 那一般人在沖煮的過程之中呢 可能常常忽略這一點 可能只會關注你水流的大小 但卻沒有關注你力道的輕重 但這其實隨著你手沖壺的不同 給水角度的不同 是會有不同的柔軟度的喔 下面就讓我們跟大家聊聊柔軟度的差異 如果你的給水柔軟度比較好 那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喔 水就像是鋪在你的粉面上 這個時候呢 接觸到水的咖啡粉呢 因為力道比較輕柔嘛 所以就不會被快速的穿過去 就比較多的時間呢 可以把水吸到咖啡粉裡面 因此呢 粉和水接觸的時間就會增加了 你風味的萃取效果就會比較好 風味大量的釋放結果呢 就會感覺到咖啡豆的各種風味 那相反的 如果你的給水比較急 或是你手沖壺的口徑比較窄 那你流出的水呢 就會像噴溅出來一樣喔 可以想像比較強的水柱呢 在碰到咖啡粉的瞬間 咖啡粉可能沒有足夠的吸力 將水吸收進咖啡粉中 導致於部分的水 只有碰觸到咖啡粉的外圍 而沒有直接被吸附到乾粉裡面喔 那你自然喝起來呢就會比較沒有風味 甚至於會有一點水水的味道 由此可知 過分強勁的水柱呢 對於粉塵和水的接觸是有妨礙的 對於風味的釋放也是會有影響的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沖煮的時候呢 只會有酸的風味 而沒有甜度口感的主要原因 所以呢 如果你老是沖煮的時候呢 比較酸或是沒有風味的話呢 非常建議你喔 可以去和朋友建議把口徑稍微大一點的手沖壺 你多沖煮兩把和你的細口壺呢 比較一下 如果確實風味沒有那麼酸 或是沒有那麼清淡 就可能是你的給水太過強勁了喔 好 以上呢 就是學長對於手沖壺柔軟度的建議 影響手沖的因素非常多 那我們常常會因為感覺細口壺比較好控制 就過分依賴細口壺 但這其實可能反而是造成你風味過淡或過酸的原因之一喔 請大家多多注意 好 那我們今天的硬派90面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請你幫我小訂閱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為止囉 謝謝大家 掰掰